郭文貴先生,年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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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告會議,你應該留意到我國務成功,你副縣長 因為副縣長就變成副的縣長 報告會議,那是這麼做的 傻傻,張傻傻,還有五所親女,還有邱,女士長,是台北設計觀光系 還有觀光學院的蔡董市長 還有慈濟大學醫學院的楊院長 大學的李郭強教授 還有一切秉公辦理的副市長 各位學者、各位專家、各位議員 我們是臺灣競爭議論壇的謝林輝、謝執行長 大家午安、大家好 郭文靜是我很多年好朋友 應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也感受到是執政黨的運動 大概是將近半年多 才真正覺得是在於難 今天有很多好朋友 包括競爭議論壇、謝林輝、謝執行長 所以一是花蓮是我的出生地南投的隔壁線 是全臺灣面積首線 第二大才是南投 你們大概4600平方公里 南投線大概4100多平方公里 第一個公職的工作在臺北市是272平方公里 我去高雄當市長是民國79年 那個時候是降為154平方公里 所以地是熟悉的好意 人是自助人數扭轉乾坤的後半地方 那謝執行長也是我當年開創 臺灣競爭力熱海 我也是提供創意的人 可以講這樣子 今天這個會很重 我覺得是群錢益助 少長選舉 共同來探討 臺灣東大門經濟觀光園 你看前到趙涵捷校長 他原來是迪南大學校長 最近到東華大學當年校長 瑞熊秋原來是 臺灣觀光學院的校長 現在變成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那麼武芳榮先生是總經理 就是非常好海洋樂 郭成秋你現在接觀光學院的校長 那日本董事長現在是台北市旅館商業統合工會的理事長 可以說大家都非常關注門口複雜 我很惡要的報告 花蓮對臺灣海景應該是後花蓮 而且有海景有三世優美 然後看太平良一望無際 這是全世界第一大湖 也是第一大洋 當然就變成第一大湖 另外 從國際的眼光來看 花蓮也是重要的東部的最大的門戶 所以今天的這個議題講 東大門是有大門的 對臺灣兩千三百萬人來講 是後花蓮 優美的花蓮 而且一望無際的海 那麼 東大門是指很重要的 所以觀光事業跟文化創意 都是花蓮非常重要的發展 那剛才我們都聽到報告領 就是剛才在柴臺銘的打工 他說關光是花蓮的吊牙三百萬人 但是最近依據統計 是行政院主席所的統計 說光是陸客就減少了五十幾個 這個對於包括南投的日月堂 包括花蓮 包括嘉義的阿里山 甚至於包括高雄的六合夜市 台北的搖和繞口街的夜市 跟市民的夜市 台中的同江大學的夜市 都造成很大的散愛 就是購買力最強的路客 這個大幅減少 總量也在加一大幅 這都是令人憂慮的事情 尤其是以觀光線為重點的項目 是一類的花蓮線 應該是感受的 我也願意跟大家報告 台灣從民國39年到民國94年 那一年 94年那一年的觀光 境外觀光客 才破300萬 多久 多久 對民國39年到民國94年 有55年的時間 55年再積300萬 在那94年 就是破300萬 是走到55年才破的 95年也是300多萬 96年也是300多萬 可是各位眼睛比較銳利的人都會留意到 到97年就不同了 因為97年對我們台灣是很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馬英九擔任總統 5月20號 然後開放大陸觀光客 哪一台觀光 兩岸從此在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基礎上 這是1992年 海峽兩岸雙方的政府 經過換人 同意以下的論述 就是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人 但是對於它的含義 同意雙方 各自用口頭方式 做不同的表述 這就是一中各表的由來 這不是黨對黨的談話 而是兩岸最高當局 彼此換輪各大的結果 這是由台灣方面 我們的海基會 簽給李登輝總統 批准的 就是以上的論述 然後在1992年的11月3號 傳真給中國大陸的海協會 海協會當時就回電話 說要承報它的最高決策單位 到11月16號 正式回文給我們的海協會 它回文的內容 對於剛才那個論述 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對於它的含義 雙方用口頭聲明方式 做不同的表述 對於以上這個論述 大陸海協會講 我會 就是本會的意思 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 這是等於兩個 兩個隔海分治的政府 是最高核定的有權單位 核定以後 雙方換人了解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海峽兩岸 雙方有了堅強的共產 所以在民國97年 馬1999年以後 就依據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原則 也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維持兩岸不同不獨不古的現狀 在這兩個支柱支撐之下 海峽兩岸開始進行和平穩定發展 所以開放陸客來台觀光 到一百年我們再增加開放自由行 然後空中的直航還有海上的聯繫 都已經得到了雙方 善意的互動 所以從民國97年開始 每一年都跳升 一個百萬會數 國際訪問口 就是境外的東方隊 我把數字 打開 然後可以列出來 97年那一年是384萬 98年439萬 九十九年五百五十六萬 一百年六百零八萬 一百零一年七百三十一萬 一百零二年八百零一萬 一百零三年九百九十一萬 一百零四年 就是去年年底 破一千零四十三年九百萬 這個就是我把年度都省下來 384、439、556、608、731、801、991 一零四三點九百萬 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是一千零四十三年九萬 境外的東方 有香港的朋友 有一次跟我開玩笑 你說 欸 你昨天我在做秘書長 秘書長 秘書長 已經很多秘書長 你不叫我秘書長 還叫我秘書長 大陸會管理 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 兩三千萬 我這樣 香港就跟我們賣比 香港是從大陸的羅浮站 坐一站就到香港了 買了兩瓶奶粉回去算一個 那就算一個 所以你五千萬也沒有什麼來不及 要比一定是要比日本 你到日本不能坐火車 一站就到日本 你的飄洋過海 或者坐飛機 或者坐船 這個才算 日本到什麼時候才過一千萬 我跟各位報告 到2013年 2013年 那一年 還拜日幣大幅表值之事 所以那一年才過一千萬 一千萬多 當然現在 2014、15、16 又這麼多 大概還是在一千多萬 但是你要看日本 是1868年 明治維新 以後就成為強國 他不但可以發動大陸 中國大陸的戰爭 還可以跟俄羅斯打 1903年的日俄戰爭 還在1940年左右 還偷襲珍珠感 他是一個把台灣殖民到51年的強國 他也直到2013年 直比我們早兩年破一千萬 我們是2015年才破一千萬 所以嚴格講 日本的人口 是我們的五倍以上 面積是我們的十倍以上 38萬平方公里 我們才三萬六千 但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台灣雖然比較小 但是有美食 有美景 有美德 我特別要跟補白天 那個美德的標竿 就是花蓮的一個計程車司機 這個是馬總統提過好多次的例子 有一對日本的夫婦 到花蓮來觀光 我以後就坐計程車 就把他開進港務局 搭到那個郵輪 要和日本去 那個司機 剛把客放下來以後 一往自己的方向去走 從那個後世界裡頭看到 後面這包 一個包包很大 一斷車停的光 一斷包包放開 裡面都已經有美金 所以就趕緊 回頭就開到港務局去 跟港務局的人講 說有一對日本的夫婦 大概我把他載到這裡 放下來 他一定是坐那個船回去 不知道開了沒有 應該還沒有開 港務局的人就幫助他 就弄一個田 把那個田靠近郵輪以後 用類似釣竿那種方式 把那一包包的很多的錢 我是賣這些多少錢 大概很大一包的錢 就把他調回郵輪給那一對 日本籍的夫妻 這是花蓮的 在我們這一位 報館廳代理之下 花蓮有這樣的美德 我建議為這個美德 為副縣長 這個美德已經傳遍了日本 所以台灣有美景 有美食還有美德 這是最強的吸引 這第一點我要講 第二 報館廳剛才 你 雖然有謝謝我 那是因為 我們執政了所有 我跟班的工作 你是知道嗎 不用了 我會把你當作最好的朋友黨 最好的朋友黨 所以 你看看 就是民國97年 這幾個都有的算定 民進黨從原來的 九十一掉到的時期 減半以後 我們從七十六變成八十二 那八十二裡頭 有美德 你不要在那裡 你不要在那裡 你是不是在那裡 然後四席黨也 所以我們在另外一百一十三系 國民黨擁有八十多人 不進黨總計二十幾 就是當年一百一十三系 我們都會有這個狀況 我們始終把 報館廳的工作是叫過 你記得 那個五百億的預算 蘇花港 是你剛剛當現場 我們就通過 蘭普團 然後你剛剛舊子 沒有多久 就動工了 這樣撩不住 你看 這個 因為我知道 報館廳 做理會的時候 就知道 他說這條路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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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本來的政府 就要什麼做 那時候是要做國衝嗎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所以他又動聽 動聽就開始復衝 我一年 台灣 欠金門媽做的很多 老實說 對法連 台南 伊朗 都有感覺 東岸 在我們原台灣夢以前 大概不容易完全解決 我所謂台灣夢 就是相信將來一定有一個環島的高速公路 也一定會有一個環島的高速公路 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三十幾年前 南投現場 也有一個小夢 希望從南投穿越中南山岸 來跟花蓮有一個中部的橫貫高速公路 這個夢一直還沒有圓 直到最近我又發現 全世界最慘的隧道 已經在阿爾卑斯山達成了58公里 所以現在搖側的技術那麼高明 我相信將來應該不會太久 從南投這一端 開一個中部高速公路 橫貫的銜接花蓮這一端 讓這兩個面積最大第一名第二名的兄弟線 能夠左右向通 再加上環島的高速公路網 高速鐵路網 還有比較好的航海的交通 以及空中的走廊 完全齊備的話 我想 以花蓮這種勤快 樸實 善良 熱情的個性 一定將來會是台灣真正的動大門 這是對今天的高峰論壇 能夠邀請到這麼多位學者、專家、優秀的人出席 我要特別致免最高的祝福 希望花蓮隨著台灣 水轉船高 越來越好 也祝福在座的兩位好朋友 人人健康 家家幸福 做企業的也要家家賺錢 同時誠摯的祝福 台灣要紅雕不水 中華民國一定要國泰民安 兩岸一定要永續和平穩定發展 這是我最大的期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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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